好,今天我們就說16進制如何變成10進制 首先,我們知道16進制和平時有什麼不同 除了它也有0 1,2,3,4,5,6,7,8,9,這些數值之外 它特別在,譬如是16進制,即是有11,12,13,14,15 15,那怎麼代表這數呢?原來我們就會A代表了10 B代表了11 C代表了12 D代表13 E代表14 F代表15 它會代表這個樣子 好,那接著 當我們清楚了這個concept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可以去到 看看,究竟怎麼計算16進制 好 假設我們現在有個16進制就是 30 3A 是16進制 好了,如果大家同學有概念的話,記得二進制做法就是 每個位置都有個加權值 例如這個case就是 3A 每個位置有加權值的,這個是0 1 好了,那這次這是多少進制呢? 16進制 然後呢,調色怎麼做呢? 3乘以 16 的一次方 加 A 即是多少呢? 剛才如果你記得的話,A其實是10 10 乘以16的0次方 3乘16 加 10乘1 好了,那我合字一算,3乘16就等於48 至於10乘1呢 10乘1呢,就等於10 所以 最後的答案就是58 那發覺呢,原來 3A的16進制就是 等於58 好了,那如果是有其他,另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有個16進制 就是 28 這個16進制 又怎麼做呢?同樣道理 我們寫回,2 8 他們每個數都有個加權值的 8就是0 因為是最 右手邊 然後隔壁那個就是1 這個是16進制 好了,那我們就認識這條式 2乘16的一次 加 8乘16的0次 那就是2乘 16加 8乘1 那就是 32加 8 那就是等於40 那原來發覺呢 在16進制的28呢 在我們 16進制的28呢 就等於我們的 10進制的40啦 1 1 1 2 2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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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